桌上擺著琳瑯滿目的房務用品 都是即將訓練參與課程民眾們的道具 南投YSA為了輔導線內事業的居民們 能開創二度就業的機會 與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合作 開辦旅館餐飲服務人員培訓班 希望能有效幫助民眾 學會一技之長 其實在觀光這一塊 就是其實缺工還蠻多的 那這個課程其實我們從103年 到現在其實已經大概有4T的學員出去了 那目前從事在這個行業的同學 其實還需要再多一點進步的空間 那希望說能增加南投這邊的就業率這樣子 這個課程能讓同學們能夠 就是更加的 就是對於觀光產業有興趣這樣子 為了讓實驗民眾能安心工作 並創造中高齡實驗民眾就業機會 規劃了一系列房務課程 除了餐飲技術以及枕床收納等工作 應具有的知識與技能等 還有豐富學術科課程內容 公民眾學習 我會想要學習這門課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 自己對服務業比較有興趣 像現在我覺得實做課程對我來講獲益是比較多的 對 因為我覺得自己實際操作可以學到的東西 比在課堂上面聽到的還要豐富這樣 因為我女兒今年大一 她也是念餐旅的科系 她想說結合這樣子可以跟著一起練習互動 然後以後如果有適合的工作可以來發揮 獎師利用幽默有趣 淺顯易懂的方式 帶領著參與課程的民眾 以最快的效率 有自信的投入食物課程裡 讓在場學習的民眾 輕鬆融入課程 快樂學習 利用我們現有的教學設備 第一手接觸到現在飯店產業所需要的一些食物技能 那幫助他們結訓之後呢 可以順利的接軌職場那個需要 然後順利的去就業 那大家都知道南投縣呢 是我們台灣的觀光大縣 不管是民宿、飯店業者 這幾年來蓬勃發展 那也需要大量的飯店的從業人員 那透過學校跟灣學的一個合作 來讓縣內的民眾 有一個學習第二專長 或說更新專長的一個機會 如何利用地方資源來協助民眾就業、創業 是有效解決二度就業者相當重要的方針 除了相關培訓課程開辦 也期盼未來能夠在相關媒合、輔導機制上努力 讓民眾獲得更多的協助 民意新聞、林軒草屯採訪報導 市民軒草屯採訪 從市民軒草屯採訪